中台杜苏瑞强势逼近台湾 彰化县目前正是精密芒果的产期 为了避免受到台风的影响 补新香精密芒果产销班农民纷纷抢收 希望能够减少损失 希望能够减少损失 希望芳太这边不要来 让我们农民可以学汉钱 不然芳太来我们就都磨油了 芳太来最终的时候完全没能修 现在也不可以说 他不错我就把它夹起来 他说他可以采收 我才有法度把他采收起来 看人家够减少捏一点本钱 除了芒果之外 彰化也是蔬菜主要产地 目前农民都已尽量抢收完毕 但农民们对于杜苏瑞台风 会不会对农业造成影响 仍旧相当担忧 公益频道林义俊补新采访报道